就在上个礼拜 欧洲跟美国的金融业出事之际 比特币竟然一个礼拜 涨幅快要百分之二十五 不仅如此 今年以来涨幅超过百分之六十 胜过了所有的商品 好 大家在讨论几个问题 比特币今天有人认为 喊到在接下来有可能飙到了 一百万美元的价位 真有可能吗 那到底最近的上涨 是牛市的开始 还是仅仅是熊市的反弹 期展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先大胆预言一下 一百万美元真的会到吗 我觉得把时间放长 什么都有可能会到的 搞不好两百年后 真的到了百万美元 但是谁都算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要喊 当然都可以喊个价位 但是会不会到 这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讲 这一波我认为 应该主要是以反弹为主 那刚好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有人 这是在加密货币的交易所的知名创办人 他为什么可以喊到百万美元的价位呢 他说很简单 认为现在的银行危机 跟全世界的景气可能会开始不好 所以各国亚行可能重返降息 所以用上一次比特币大涨的轮回来看 那上一次比特币大涨就是在这 2020年的3月 那时候疫情爆发 全世界什么东西都被抛售 那个比特币的低点落在一颗是3782美元 那随着开始降息 资金狂潮 乘到2021年的11月 就是一年多来到69,000美元 所以大概涨了接近20倍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现在的价格 跌到这边 现在大概是低点 去年因为刚好一年跌到这里最低点 大概是一萬五 那現在呢 接近三萬 可是如果你說用三萬價錢 然後美國開始降息 而且呢 因為金融危機 因為什麼各國 反正不管什麼原因 各國大概大傻幣一樣 漲二十倍就好 那如果從三萬漲二十倍 不就六十萬了嗎 那如果再多漲一點 漲三十倍是不是就接近百萬了 所以他的論點是來自於這裡 但我認為啦 機率不是很大 因為什麼 便宜的東西比較容易一直漲上去嘛 那因為一開始就是一塊錢 兩塊錢的東西 很容易漲二三十倍 也漲三萬倍 因為比例比特幣 如果你從什麼 從他剛問世 二零零幾年開始算 就漲了幾萬倍 那接下來還有可能漲幾萬倍嗎 我覺得機率是不高的 但是如果把時間拉長 未來一切都變得很不值錢 通膨的關係 跟移動房子就五百萬美元 那比特幣一顆一百萬美元 其實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好 那目前看起來 為什麼會說它是一個反彈為主呢 是因為你看 從二零二一年的十一月的六萬九 跌到一萬五 那就是腰斬再腰斬 那現在談起來是漲蠻多的啊 但是什麼 也還不到腰斬的價格 所以呢我認為 你現在很樂觀的去預測它 去看它是可以的 但是畢竟它只不如從低點 慢慢爬起來 所以呢接下來有幾個重點啊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 就有跟大家講過啊 其實在這邊是一個很長的打底格局 那既然它花了接近半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打底上來了之後 那在這邊第一波突破 那自然後續你要往上漲 再加上例如說開始降息啊 甚至是銀行業危機 那它確實是有可能往上衝的 但是我跟大家講啊 這一波比特幣之所以會漲上來 它跟跟黃金有一點點類似 那為什麼呢 其實不是說比特幣數位黃金啊 已經現在比較沒有這個說法了 它為什麼 是因為其實會投資比特幣的人多數 那原本來很多數啊 有一大部分人是不相信銀行體系 本來就覺得這個金融市場 一堆人在殺我啊幹嘛的 所以呢他把資金放到加密貨幣市場 那剛好最近銀行出現危機啊 那剛好就你看吧 我錢放在那邊果然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啊 其實這次幾個倒閉的銀行裡面 有幾個是跟加密貨幣他們比較有 所謂的友善的銀行 好那這邊為什麼 你跟加密貨幣友善 那你倒了不代表加密貨幣 反而應該是危險嗎 那我跟大家有一個特點 是在錢你進了幣圈之後 除非你真的是賺很多錢 不然你通常不會拿出來 不然有些人是賺了很多錢 他也不一定會拿出來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其實這些銀行是從 你從虛擬資產換成法幣 就換成美元的一個管道 那今天如果 他這個管道因為政府監管 或者因為出入問題 所以你的錢沒有辦法很快換為美元 那這時候你會怎麼做 很簡單 你會把你原本的所謂穩定幣 不管是什麼UADC等等幣 你會拿去買所謂的主流幣 所以像買比特幣 買這個以太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波上漲 其實漲的都是主流幣 那你說一些小幣 其實不太會動 那這表示什麼 這就是我們過去 我們的說法叫做 殺小幣取流動型 有點像在股市中 如果行情不好 你會把一些沒搞頭的 把它賣掉 拿去買主流 殺小幣取流動性 對所以在這個時候會往上漲 但等到什麼 等到他漲上來之後 他一片樂觀的時候 說小幣又會復活 所以小幣 你說現在有沒有一些 有一些有題材的會漲 其實有 但你說相對的漲幅 其實都沒有比特幣 或者是以太來的好 那大概有幾個方向來說 因為過去的加密貨幣 確實是引發了市場 不曉得波動 那幾個問題 第一個 投資人不容易了解 加密貨幣的實用價值 那其實有點像是什麼 你其實有點像是 聽人家說哪一個是股票好 你也不知道要幹嘛的 總之我就買了再說 那加密貨幣 尤其是什麼 它是一個比較小的群 所以有些人就想說 我覺得好像有人賺很多錢 那我也買一買 那可能我買個一兩萬也好 那這時候呢 就可以把價值推高起來 那可是他有個問題 第一個波動劇烈 就是有時候大漲有時候大跌 像你看如果有哪一支 這個一般的商品 跟你兩個三個禮拜 漲個三十百分 其實機會不太大 或者是一年漲六七成 其實不太大 所以這些標股 那個問題是什麼 標股它有交易所 所以今天你看到它標 那也有監管機制 那也有交易所告訴你風險 可是在這些加密貨幣上 沒有統一報價 比特幣都是比特幣 可是在幣安 在某個交易所 在其他交易所 他價格不同 那你根本不用想說一些小幣 那他們交易不同 所以呢 在為了保護投資人來說 所以臺灣這邊要來進一步 監管加密貨幣 以及相關的資產 怎麼監管呢 我們分成怎麼監管的概念來看 第一個 採階段性提高監力的強度 那就是由業界 業界很簡單 就是這個交易所 或者是這個錢包商 因為你的加密貨幣 其實它有點麻煩 它不能夠 因為沒辦法實際拿在身上 所以所謂有一些什麼冷錢包 或者是一些線上的錢包 那這些呢 他們就會去自立規範 那你最簡單的就是做KYC 你知道這筆錢至少是誰的 那你不會被洗錢 大家想說很多加密貨幣 不是說要洗錢 那買一些非法的東西 做一些私下交易 那如果你在交易所方面 你就做好KYC 那自然的就可以減少了這個幣不見 或者例如說 我今天出來發了某個幣 那在這個交易所 那你知道是誰出來發的 然後也知道誰哪些人買了 那這時候至少 冤有頭債有主 所以至少業界先這麼做 然後接下來監管會收集相關資訊 因為我必須要這麼說 全世界對於加密貨幣 都想要監管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規模不大 監管沒有什麼差 現在規模大了 我可以跟你收稅 那就有必要囉 那問題是真的了解 他在做什麼的很少 所以要收集相關資訊之後 再去研領法規 因為政府要依法做事 那剛開始沒什麼人管的時候 我可以弄個什麼自律規則 條例 大家說好就好 可是後續就要有法規 所以目前是傾向 接下來有一個專法去監管他 那監管的方式跟範圍有哪些呢 第一個 那先用我們剛說的建立規則 那所謂建立規則呢 就是資產隔離 那資產隔離是什麼意思呢 他其實跟錢包管理 是連在一起的概念 很簡單 今天你做一個交易所 其實國外某些交易所 他們就會直接講 今天你把你的虛擬資產 匯到我交易所 像是倒的那個FTX也是 那基本上那個就不是你的了 因為你匯到我這 其實在這個幣圈 本來就有這句話 你不能夠直接去動用的錢 就等於不是你的錢 對那所以你匯過去 其實某些程度上就是他的 所以第一個資產隔離 就是像FTX到了 會不會影響到別存戶的資金 交易所資金 第二個呢 錢包管理 也就是這個錢包他能夠支援 講起來有點複雜 叫做每種鏈不同 就是你可以走的是 例如說帝安的正鏈 那問題是你要走帝安正鏈 你八成就是在帝安的戶頭裡 那可是如果你要做其他鏈 他不支援 那你的帝安錢就過不去那裡 那要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比較簡單 就是比較好的幣 像我們剛剛看的 像是所謂的帝安幣 或者是以太 或者是剛剛說的比特幣 那可是如果有一些小幣 他未來可能有很大的發展性啊 那可是可能如果只能在一兩個交易所交易 那這個時候他們覺得負擔比較大的風險 因為其實幣進去的那個交易所 交易所就有保管 那如果今天這個幣既有價值 又單純在這個這個交易所 那駭客一定會打反主意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投資標的就要去想march 控制他 然後牽扯商品是很重多的 那必須要跨部位去協調 因為呢 今天如果是一個虛擬資產 那例如說像是比特幣 好OK 那他可能就是用今晚回來 來去管理他們 可是如果今天是美元穩定幣 或者是歐元穩定幣 他就牽扯到了 主管機關就不一樣了 對 他牽扯到了換美元 那可能就是央行來管 那所以如果今天就是其他的 像是什麼NFT啊 非同質化代幣 他有可能他就是別的部門來管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後續的一個監管 跟跨部會合作 甚至是實際支付 那實際支付其實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臺灣 你也可以透過加密貨幣去買東西 那實際支付的時候 他有沒有辦法保護支付跟收到的錢 因為其實因為加密貨幣 他有匿名性 所以詐騙跟假交易非常多 那你要如何去保護他們 那這些都是後續管理會用到的地方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在現在主管機關要進來監管了 以前其實加密貨幣迷人的地方是 其實他去中心化 沒有太多人來管這個System 那現在主管機關要進來 你覺得在臺灣以後的比特幣 還會像過去像大家這麼去之若霧嗎 我覺得只要他上漲就會 他再多人管沒查 他只要上漲就有人買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在於 其實我一直都說監管越強越好 表示他在這麼強的監管下 還是很多人願意投資 那對於整個業界跟對於投資人都是好事 太好了 謝謝齊展 請先回座了 太清楚了 所以接下來在整個比特幣到底是辦攤 還是牛市 齊展提醒大家 連前波高點都還沒有過 現在的上漲 僅僅只是辦攤 而且有沒有機會再複製像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二十五%的漲幅 現在看起來比較難一點點 那接下來主管機關要進行監管了 齊展其實樂觀其成 系統還有整個的環境 只是越健全 只要價格漲 誰能忍住不追呢 好今天我們錄影的同一時間 其實美國的期貨盤一開始開跌的 現在慢慢有一些些回穩了 而且剛剛陸續的翻紅 玉堂請您上台來 明天台股哪些關盤重點 好第一個我覺得 畢竟國際金融局勢還是不太穩定 我覺得從價錢指數的一個方向來看 比較還是瑕福的區間整理 但是我們今天很多專家 談到的一些營收成長 熱門題材的個股 還是強人強 很多都創波段高的 所以我覺得個股的表現空間 依然很大 比如說今天常到的儲電綠能 IP設計跟AI相關的 甚至電動車產業這一塊 我覺得都可以作為持續觀察的表現 OK 好 這明天的觀看重點 這個禮拜的超級央行周 是在禮拜四 但陸續很多的金控法說 會釋出一些訊息來 所以請您今天 再多做一個小時的功課 十一點半鐘的夜線星 我們幫你預告 這個禮拜有哪些的重要大事 感謝您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請持續鎖定 前線百分百明天見囉 中文字幕電影 摩訶 請多下資訊